中華民五塊歲 蘇國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 慶祝建黨一百二十三週年活動 黨主席吳敦毅入黨建滿五十年 前總統馬英九以卸任主席身份 頒發禁令證書 還跟昔日副手比入黨資歷 我還沒有拿到 因為入黨才四十九年 他比我大兩歲 可是他比我 他入黨的時候已經大二了 我入黨才高三 所以哪一個比較資深啊 黨內比自立 黨外較量選舉實力 國民黨迎戰二零一八九合一選舉 特別鎖定首都之戰 民國八十七年 那個時候我參選台北市黨的時候 也一樣我們是在野黨 不過那個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一無反顧 最後我還是決定參選 最後我也贏得了選舉 那我們希望大家把這個準備好 把全黨的力量結合起來 打贏這場仗好不好 好 好 現在的首都台北市 那是重中之重 大家用一個最公平的機制 挑選最有機會勝選的候選人 然後贏回首都 就更多的機會贏回全國 先任立委蔣萬安 不僅黨內呼聲高 網路聲量激壓群雄 日前還和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茹會面 但始終不願松口表態 我跟他沒有談到選舉的事情 這是很禮貌性的一個見面 沒有具體談到任何有關明年選舉的事情 五度宣布參選的前立委丁守中 更期盼制度公平 如果說他自己本身有意願的話 那大家就透過公平的初選 那麼有公平的初選 也能夠選出最好的 我們的這個黨的候選人 不管是誰代表國民黨參選 一定都要 大家都必須要真心的支持 不要扯後腿 否則不管怎麼樣都會很辛苦 同心協力 贏回2018 好吧 好 國民黨尚未啟動初選 已經有人呼籲團結 最後披上戰袍的人選 屆時勢必得正視整合問題 謝謝